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知识分子 又是指导员 你说一句话 顶我十句话 那你还是他干儿子呢 这不管用 再说了 这点子是你出的 我怎么好意思抢你投工呢 这句话是我说 拿这个 火哥 我有事找你 怎么了 刚才阿江跟我说什么秘方的事 你知道吗 秘方的事啊 我有时间跟你慢慢说 现在我太忙了 写得好啊 好呢 您快签个字吧 我是说字写得好 字内容啊 有好多心思 我没看懂 您没看懂 那我再给您阐述一遍啊 小河 这个没看懂啊 你再说 我也听不明白 那您也应该表个态啊 您要是不表态啊 这就算是默许了 我要是同意的啊 我都会在上面画个圈 没画圈 那就是不同意的 不同意 那也不对啊 您没懂 您就不同意了 这没有说服力 不能服众我眼 劳动力呢 是从咱们村出去的 对吧 到了那边 已经拿到高工分了 如果再多拿 那在村里 一万税就端不平了 但是这个多劳多得 现在全国可都在实行啊 这是潮流 最近有个新词 在村里听也听过 怎么说叫 说什么长公司盖楼 奖金不封顶 一天一层楼 对啊 哎呀 那那那那那是人家 不是人家 那是潮流 你知道什么叫潮流 他现在是你的绊脚石 你投他的赞成呢 这不就解决了吗 杨育之人终于删了 我不能把他 放银沟里推啊 那你想咋办 我就想吧 你直接跟他对着干 我又能让他接受我的方案 把事搬成了 又怪不上你 大概就是这个 这有河南 早被好了 力气 专刻整叠钞 大链钢铁穷四汉 社教四星闹文革 老子这辈子 见潮流见多了 我可提醒你 我总的潮流这个意思 靠谱 那您是要搞一眼塔 胡说 嗯 我想好了 就基你这个方案 你我得叫上活根 咱们三个人表决 少说不中多数 怎么样 行 那你刚问秘方的事 你跟苏玉说说 你没有说什么呢 哎呀没说啥瞎聊 包什么汤啊 有时间说秘方的事了 你问我哪还是问他呢 哎 你做的事当然是问你了 救我 我 我得给你承认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啊 哎 是这 嗯 咱家那方子 嗯 不是给了老刘家一半吗 这是你祖爷爷 在世的时候定的 对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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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可 可是吧 我没经过你爹的同意 我就以你的名义 我交给阿湘了 为什么以我的名义啊 就是啊 因为 因为 他也是好意 对 对了 嗯 当初郑老头啊 想把我赶到灯塔岛上去 他想用这个拉拢阿湘 让阿湘替我说情 对对 你看 你看没想到这事还成啊 就是 还成 你这谁能想到 你说这事怎么办 这 这有什么好笑的呀 是啊 给就给呗 他要我这一半啊 我也给他 我从小就无能这个 早就够了 你慢慢喝着吧 我还是去记账呢 我说怎么一到关键时刻 你就把我给出满了 啊 我看啊 你就把剩下的半张方子给阿湘 省这么多麻烦 不行 怎么不行 我真是留给云儿的 不过 得等我过世以后 他再拿出来 那上边沾过故人的血 我活着我 我见不到 那你就把这些事 直接跟苏云说了 不就结了 那也不行 你看他现在的样子 马不在乎 你要真给了他 他敢给你扔了 你信不信 这真是我一块心病啊 反正现在 你放的不是现实的时候 你弄的那个激励效率的方案啊 我们今天呢 先表态 后表决 好 后表决 我先请教一个典故 当年洪秀权闹太平天国的时候 说了一个老百姓不怕 你怕什么 民不换寡 换不君 不君哪 啊 老百姓就怕平复不君 老子当年 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 这条腿都伤进去了 也就是为了这个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那个方案里 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你要干嘛呀 这不就是平复不均吗 那听您的意思 赞同大锅饭 你就说我孤儿石头仔 生在最困难的年月 大锅饭你生个勺 不占要活到今天吗 赫指导你就是太不了解我老爸 老人家这辈子他就扔一条 听党的话 跟党走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这怎么听着像拍马屁啊 没有没有 没有拍马屁 实话实说啊 不管怎么说 意思是对的 没二位聊 我走了 小孩同志 不要一起用事吗 要不这样 我们啊 让他表个态 我干 你先表个态 我不用表态 我的意见跟您一样 咱就是跟着党走 不过这事啊 这个中央呢 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态度 非常的具体 爆上头灯了 好好好 那时代 有凤吉他 态度 就是 没有 了 好小子 你行啊你啊 杀手不捡 可惜杀的是我自己老爸 开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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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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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炖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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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请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我要是刘备的话 我带上关羽章飞两员大将 直奔许超 杀了曹操 一统天下 我根本不给他 三足鼎立的机会 傻小子 你懂啥呀 对刘备来说 关章是手脚 诸葛亮是大脑 坐在帐篷里摇摇扇子 就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用现在的词 遥控 暗距平五路 遥控天下战局啊 遥控 你还知道这词啊 这么现在连破烂没白捡 香港的报纸声快玩耳朵 这个词早就有了 诸葛亮遥控天下事 那得多大能耐啊 嘿 天下古今事 大小一个零 不能光盯着眼前那盘菜 你要想当醒目仔 做得更好 该出去走走啦 是啊 我跟你说 这都是小意思 我就是觉得这个这样 将来啊 我再给你调一瓶洗发水 什么意思 你给我调一瓶多了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买不着肥皂 我让小鹿酱 调了几瓶化学药剂 弄了点肥皂水 好用 特别好用 你脱下衣服来 我给你洗洗 我这昨天刚洗的 我这也不脏 哎 云 你回来 你轻点 上大学区化学区 为了让你干这个 啊 不就洗了几件衣服嘛 瞧你那阴阳怪气那劲儿 德行 云 云 哎 我这有事跟你商量了 你还得给我想一办法 咱把工作效率 还得提升 干嘛呀 哎 都偷着喝酒了 回来还敢说三道四 我喝酒那是为了公关 而且我这瓶酒喝的 我发现了一伤机 所以我才找你回来商量 咱俩得把工作效率 再往上提一劲儿 这几号人机赶枪 潜力早就挖掘尽了 除非一炮半山 要不其他什么都没戏 一炮半山 哎 哎 这一炮半山这够点 怎么个一炮半山 这个呀是工程书上说的啊 是土石方面 最有效率的爆破方法 那咱就试试啊 是什么呀 就咱现在这条件 想都甭想 凭什么不想 这有什么不敢想的啊 我现在去打点酒 今天晚上咱俩连夜省了 哎哎哎哎 行行行 省了省了省了 省了 用不着 你想一想 咱们现在总承包额是 八万里方 对不对 八万 那个山包我估计 咱们也得有个十八万里方 就算是一炮半山成了 你说那十万里方 给谁去啊 那留着那半截山给谁去啊 还不如一向给他平了 以后干什么都好使 你仔细想想一下 一炮半山 一炮半山施工起来难度非常大 你还真是个理想家 你还真是个理想家 嗯 跟我有一拼 不是 我跟你说呀 现在主要是眼下这个账 怎么解决的问题 你知道吗 那一炮半山施工起来难度非常大 必须有专业人员才行 而且那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你很有可能得不偿失啊 但是我们的好处是 效率提高了 对 嗯 开采量加倍了 是 那就全是好处没有坏处啊 啊 赫武哥 这事你必须得帮我 咱俩不计前嫌 你只要帮了我 我管你叫爷爷 别别别 爷爷 我怕瘦 你别叫我爷爷爷 我受不了 爷爷 你放了我 我管你叫爷爷 爷 我不当爷爷 爷 爷爷爷 你别吹鬼套 当爷爷 你不在工地上跟我守着 你瞎跑什么呀 你什么可守着呀 就那么点活没什么可干呢 我都快闲出病来了 你这小子还敢在我面前吹牛皮 我说的是实话呀 哎 马总 我这回来啊 是要给您分忧解难 我想增加这个土石方的承包额 想要多少 不多 也就十八万里方米吧 我想把剩下那座山呀 它连根拔了 你小子也不怕你把您自己给噎死 我是好说话难交差啊 你要是任务完不成功 我非把你派到孤岛上再去守灯打 叫你一辈子打光棍 我可以离军警状 要是完不成任务 随便您处罚 我要是皱一下眉啊 我不是个男子汉 你啊 赶紧买身化衣裳 去开发区就穿上 男人这回啊 你是当不成功的 本来啊 我是想多要你了 可一到关键时刻 这胆子又缩回去了 你胆子还小啊 生产量已经饱和了 你拿什么追加呀 这不是有那个 有贺公子的整体爆破方案在呢 要干啊 咱就干一个大的 一炮干掉一座山 一座山 你看 激动了吧 我就知道你得激动 我还请了一个鼎鼎大名的爆破大王 我现在就去接他了 火根 你别说呀 这疯子啊 还真敢叫板 你就这么恨他呀 你心里最清楚 一炮能不能干掉一座山 是啊 我心里当然明白了 工程教合书上都有实力啊 我给你找本书 行了你 你明明知道他好大喜功 你还给他出内方案 你这不是把他往火堆里推吗 你怎么老像是他说话呀 啊 你别在这儿胡扯行吗 我就是论事 怎么样 咱们一炮把这种山里翻了 没什么问题吧 你可是爆破大王啊 小意思 来个远距离定向 嘟嘟 全到海里了 你连运输都省了 好了 来来来 坐坐坐 你们抓紧时间被料 好 最重要的是一百吨炸药 好 谢谢您啊 谢谢谢谢 师傅帮我送送 来 您坐下来 慢点 想一炮搬掉一座山呀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你也知道啊 什么意思啊 你是来帮衬来了 还是来拆台来了 我告诉你 咱们现在施工进度和效益都不错 你想过盲目冒进的后果吗 有可能是前功尽弃 这还真是来拆台来了 这不是当年那几单化肥 是一百吨炸药啊 说完了 说完了赶紧回去吧 还忙碌疼 你要坚持下去的话 你就等于坐到架下蹲上了 你现在想撤还来得及 我现在想撤也来不及了 这合作上按照我的手印呢 我要撤的话 除非把我大拇指剁下来 你怎么那么不听劝啊 你谁的话都不信啊 若是穷日子过怕呢 我不想信 不敢信 不情愿信的事太多 这到底是图个啥呀 我就图年底分红破天荒 家家户户啊 用担子往回挑钱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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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眼睛又直了 想什么呢 还想苏云呢 李雨昆这段时间怎么没消息了 你问他干嘛呀 你想投奔他去 不是 我是受不了那个田火根的 他就是一疯子 我可以不在乎他呀 但是苏云老跟我过不去 你这不是还是想苏云的吗 哎 对了 李雨昆连累了你们这一般的同学 啊 我说这些天他怎么没消息了呢 我们这拨同学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还不是李雨昆他老舅 把他给涮了 哎 哎 哎来来来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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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云 正好 你你陪他聊聊 我还有点事啊 哎 来来来来来 你干嘛去啊 哎 苏惠 哎 你就别走了 你走了谁陪我喝呀 坐这陪我喝点 我跟指导员聊天的机会啊 以后也不多 哎呀 这一炮半山弄不成了 我老爸要扒我的皮 晒咸鱼 马书记呢 要把我发配到孤岛上守灯塔 你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孤儿 他还给我发配到孤岛上 让我去守灯塔 哎呀 这招不一样考虑啊 哎 守灯塔意味着什么啊 明白 就是说你这辈子 我死了一个 瞧把你高兴 把你眼中盯除了 别这么说啊 一说这我就来气 苏云一天到晚说 我把你往火坑里推 我推得着吗 这事你把我往火坑里推 嗯 我告诉你 这事就为了苏云 我也得弄成了 我用事实 我只给自个儿补会儿 就说嘛 我要真走了 你也于心不忍 那谁陪你逗着玩啊 是不是 行了吧你 咱们俩这条战线 仅限于工程 别的方面两说 咱俩别的方面呢 胡切肠 咱俩心知肚 走了啊 我跟你说啊 你上彩制场 顺风给我叫啊 哎呀 现在工程正紧啊 你别想拉后腿 拉什么后腿啊 这不感人新媳妇 落在家里头 合适吗 那好好的媳妇 跟活手广似的 这孩子不懂事呢 你说 还有那火根 要搞什么 一炮平山 什么 火根啊 上马书记那儿去 要求 要增加这个承包额啊 那一下子 给那山给炸了 一炮平山吗 反了他们 搞什么搞 搞什么搞 苏妍 你赶紧查一下 大厂还有多少份 预算我都做好了 所有的支出都在上面 还有新合同的应付款 也到账了 但只有三十字 还有五十吨炸药的款 没落实呢 没关系 这些钱啊 先付给设计公司 剩下的钱咱们留着 买炸药 恐怕你做不了主了 为什么呀 你干爹早上来了 收回了所有的支出权 就在一毛钱啊 以后留到他亲自 你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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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搞 我看你就是孙猴子的命 没屋子山压着 你得上天 擅自追加扯包额了 你跟老子同气了吧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家胡长 踩石场具体抓事的是我 我有权跟你实习情况支配资金 这是你一开始就答应我的呀 一到关键时刻 你得签字权说收回就收回 你想当吴志山没问题 那你也得问问干活的 孙猴子爽不爽 不爽可以不干 我现在还真不能不干了 追加部分 是我代表踩石场 和马总签的约 我有责任完成 这个责任 包括对自己和人员的使用权 你是领导 你有监督执导的权利 但是你不能代替 刑事队长的权利 你告诉我 杀权门来夺权啊 我这怎么是夺权啊 我这队长是你疯的 我这是对你负责任 我们都得为海田村负责任 对对对 是啊 我伸这个手 那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得帮你守住这个结果吧 我就把你脑袋一射 把好不利创造的良好局面 给毁掉 一人不用用人不宜 哎呦老八 我要连这点权利都没有的话 你说我连底下的民工我都管不住 老八 满意了吧 资金没到位 什么办法都没有 干什么都是白干 天火根是叫引火烧身 咱们俩得好好劝劝他 你别上火 我能不上火 谁说咱们是白干了 马总能给咱们签合同 就说明他能给咱们当后队 太棒了 我看你底气可不太足啊 知识分子就是你进攻 我脑子进水了 我干嘛非要引火烧身啊 这工程量要比咱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要想完成任务那是相当困难的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已经仔细算过了 就算是工人三班倒 也得三十二天能完成任务 而且那帮工人苦点那点 可以照样你的钱呀 你这压力可都压在你的肩膀上 指导员的意思是 如果钱再接不上了 那你的处境可就麻烦大了 就这点钱对开发区来说 那是九牛一毛 你就放开干了 钱的事啊 你们谁都不用操心 有我呢 好 那既然这样 我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从今天起 这个计划我定的是够狠的 所有的工人就得焊在这个山上 谁也甭想回家睡觉 好 就这么干 那 那我得回家大个招呼 慢点 你慢点 你慢点 你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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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了 你没事 你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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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 你给我看看你 看什么看 你这是黑了还是瘦了你 我这来不及了 我没黑也没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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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干什么 你 过来 撑一撑 我看得烦 你坐下 你也得看时间 你的药紧真不爽 又少了五斤 我说你还要不要命了 没事老婆 等工程完了 我报五斤钱回来 给你补上 成功 收生 就算你拿五斤金子 它你都过你五斤肉吗 你清醒清醒吧 你现在是要钱不要命了 这火哥中文马总签了生死状了 他要不要命是他的事 苏云爱管不管是苏云的事 可你的命我得管 大家现在都一样 全都得住在山上 一炮平了山才能回家呢 你说这个 我够来气了 我一直指望着 有机会了 把我们刘家的荔枝红石回来 山炸了 红石土没了 河堵了 软沙地埋了 成就孝云沙的条件 全叫你们给遭见了 老马说了 这就是现代化付出的代价 现代化的代价 你的小命成了代价怎么办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给我按时回家 现在五点了 我去买菜 你给我家大一点 哪也不去去 不是 夏儿 夏儿啊 这是 哎 这怎么了 遭贼了 这谁干的呀 顺丰 顺丰 顺丰干的 爹 咱这里还是不是 社会主义天下 这叫什么话 采石场拿人当牲口使 天火跟比秀社会 地主老财都狠 顺丰叫他折磨的 跟非洲难民一个样了 就拿眼中的是白的 要是上前线拼不打量去 就算了 拼死了 我门上挂一光荣牌 我光荣 开楼跟大石头拼什么呀 图什么 不就图多挣俩钱吗 家都让人拆了 还要那钱有什么用啊 一帮要钱不要命的小财迷 它光荣啊 更可恶的是 还限制人身自由 所有人连家也不能回 是施工退啊 还是老拐退啊 还有没有点组织 有没有王法了 你什么老知识啊 有能装耳朵 样子祸 你想嚷嚷什么你 不想听点说话 我耳朵不聋 我哥哥这么做 到底是为谁啊 还不为咱们 整个村的利益吗 哇啦哇啦哇啦 你知道他类型什么样了 整个眼睛 连眼白都没了 全是血丝 红红的加流血 你们就不会理解他一下吗 哇啦哇啦 爹 我们也就是图个正常人的生活 谁要求 你不过分吧 我也是图个咱们一家四口 每天吃个团圆饭 这也不过分吧 哎呀谁说那么过分啊 不过分 当然不过分 行啦你 唉 小儿啊 这火根做的有些事情啊 我这党只数得不好直说 有些非原则性的问题啊 还是妇女说比较合适 当年跟何东嫂那个夜蛮女人干的时候 那就是你妈出的面吧 你干什么去啊 人家阿湘当过干部说话有分寸 知道收放你大炮筒 哇哇哇哇哇哇 你不捣乱吗 今天我们一定要跟全哥把这事说清楚 你走 你走 走 前队长 师姑那家属啊 都堵没口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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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讨说法 对 给我根儿出来 行啊 我出去换一换去 给我根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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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根儿上 对啊 老板 你又是真的老板 我好难不跟你到 什么 我让你媳妇找什么 你赶紧 你去去去去 我什么时候 我赶紧去 我什么时候我得回避 你回避什么呀 你都不得住了 我顶什么顶 我这一回家肯定被她保护去了 我们今天必须要求求到我们要求 等我出来 对 贺师傅 你不是对我宿主 你你你你 你你你 对对对 你还是女孩 哎呀 哎呀 一群老男儿把你们俩吓成这样 你这有什么呀 叫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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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大嫂 各位姐姐妹妹 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说 是不是 旁边就是施工现场 多危险呀 我告诉你 现在是你的立场很危险 我们要找田火根考说法 麻烦不相干的人 能不能闪一边去啊 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 田火根是主抓生产 我主要负责思想教育控制 所以大家有什么话 可以跟我说 我来给大家解决 你啥时候成为我们海田村 那你去你才有资格说话 对 才有资格说话 才有资格说话 哎呀 没想到我小贺这点事 大家还真是心在心里了 大家帮我做个没 不许同学们 听我说点好话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人说话不管事 我们还是要找田火根讨说法 来 大家都跟我走 把田火根揪出来 哎 别不许同学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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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打药 我以为你还不打药 你怎么办事啊你 小姐 你怎么办 你看 别抬热闹 过来把自己女人拉走 拉走 你把人放开 有什么话 谁 你怎么打差了 没跟你搞什么事 两月就打了你 越来越习惯了 小姐 拉走了 别怪我 小姐 加油 快拿出来 放开 快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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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拿出来 小姐 车 快拿出来 老大 你可可来了 行了 我看看谁在敢动 谁在说一句 老子扣你十个公分 谁要再敢动一下手 老子扣你十点公分 对 烦了你们了 这是烦了 听我的 听我的 老子扣你 帮我 他 尤其是 你 你 不能 我也 你 没有 有 水梦 你媳妇也太无法无天了 你怎么管她 你当丈夫的怎么管她 行啊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行吧 你别说 我站一边去 烟火干 你一个光杆司令无所谓 凭什么那这么多人有家不能回啊 凭什么呀 不是 我这么干 不是为了海人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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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寻书 放开 放开 我觉得你小子 现在面临的也就两个选择 说 什么选择 一啊 你是接受他们的条件 争得他们的谅感 再向他们求个情 证个错 我跟他们认错 你看看 你看看 这衣服都给我裂成什么样了 我还跟他们认个错 我不去 我现在就是那三木匾单 我宁舌不温 谁说不是呢 吃骨受累不都是为他们吗 跟人家现在不领情啊 你跟我我也不干啊 搞什么搞啊 行行行 老爸 第一个啊 咱过去了 你说第二个选择 就是停止眼下的计划 按原来的工程做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落得大家皆大欢喜 这才是上策 你知道吗 当年的妇女主任 那咱那些钱就白花了 协议就白签了 咱这么多天的活就白干了 你喊什么喊 你再这么整下去 保证还能整出别的事来呢 花钱怎么了花钱 花钱就当买教训了 我看了账面上没花多少钱 协议怕什么 不就一张纸吗 给马总推回去 你要是拉不下脸 老子去 不是不是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选择第一种 我选第一个还不成吗 我去给女人道歉去 我又不用当着他们的面脱裤子 你看是不是 放屁 你先别急着做决定 那半边天的事啊 不好办 闹僵了呀 你承受不起 是当年老子就差点书给他们的 不过你想啊 他们有半边天 我还有另外半边天呢 我把这另外半边天都给他发动起来 一对一的做工作 我肯定的把工作给做通了 咱们爷俩再聊聊 不是吧 老爸 咱俩呀就不用聊了 因为咱俩这个想法不一致 你说再聊下去 把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都给赏了 你什么意思啊小兔崽子 老子想让你趁这个机会借坡下驴 怎么了 老子废话了是吧 没有没有 你搞什么搞你 不是不是 把你喜怒喜怒喜怒 你看这事不是就是这样吗 要像以前安安分分的 都跟以前一样的话 还要什么改革呀 是不是 没事 我都不老子是怕你栽在女人身上 是是是 这一炮就能炸了这一座山 怎么办 这么跟你们说吧 基本上大功告成 炸药废齐了没有 还差一半 还差一半 后天就装药了 你这搞什么名堂 玩什么把戏啊 没钱了 咱们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你不是说马总给你做后盾吗 你是不蒙我吗 我要不蒙蒙你 你能干这份活吗 那这么说我又上当了 你要不上当的话 咱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吗 赶紧想办法吧 苏元 你把这个月的工钱都加起来 看看还有多大的缺口 你要去下个月的工钱啊 那可不行啊 工钱绝对不能动 那就跟雷广一样 一碰就得炸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按照工期的话 咱也偷不了几天啊 等这山一炸 那大笔的尾数就过来了 行 那你跟工人们解释吧 别别别 这事你不能溜啊 你不算我呀 这事儿没你了咱干不成 你带你带你带你 我告诉你啊知道我 咱俩现在是绑了一块儿的雷广和炸药谁都跑不了 我挪用工款那也是迫不得已 炮生一响黄金乱两 等到年底分红的时候 我保证家家户户 用担子往家里挑钱 好不好 可要是炸不强 我们的工钱不就黄了吗 对啊 炸不强 你说你乌鸦嘴 你百姓 你说的那些都是虚的 我们操心的是这个月的工钱 大家伙说 是不是啊 是 你们这叫鼠目寸光知道吗 我现在跟你们商量啊 那是抬局你们 你们别不知好歹 我是这儿的领导 我有挪用资金的权利 不行 那是我们的幸福钱 我们的幸福钱 我们的幸福钱 兄弟们静一静 听我说几句 点炮眼我不行 我是学化学的 研究爆破方案我在行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乍平这座山 十拿九稳 要是有闪失呢 那要是有闪失 就没有分红呗 但是这种比例只有10% 换句话说 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 能成功能赚大钱 大家能挑着担子 往家背钱去 这是我们俩的梦 我相信也是大家的梦 是全村的梦 兄弟们 机不可施啊 第一个按手印的 多加两成分红 全都按了 你哪给他们吃梅会药了吧 这就叫策略 关键是这儿 靠的是智商 你看问题全解决了吧 问题解决什么了 还差我们蹲炸我呢 我说你这人 你是无底洞啊 我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不过这事啊 你得帮我用了 哎哎哎 我跟你说 你可别假通济丝啊 你敢找苏银手证吗 哎 你说事就说 你贴他劲干什么呀 哼 是不是 你说我没有 哎 四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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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色啊呀 这个是 哎 怎么着 等荷文阳那儿 哎 等你呢 等我 我来给你打个招呼啊 你在民工那儿借钱倒卖的事儿 我已经反映到老知书那儿了 哎呦 我说姐姐 你怎么能跟那老古董说这事儿呢 他那脑子还没有计划到这年代呢 行了 我求了半天情 他同意不去海关举报 哎呦 那要么说这老同学呢 不举报啊 并不代表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你要主动去海关交罚款 争取宽大处理 哦 对了 你现在的行动啊 已经要民兵们控制了 自己别到处乱跑 注意点 不是 你消消 我 别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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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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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天 哎呀 天 哎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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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 不就关紧闭吗 我 你小子就是活该 把我的话当成耳朴疯了 哎 那 那我是你工程队的人哪 我没工劳我也有苦劳啊 你得照着我 我现在没时间管你这些事儿 离大爆破还有两天了 我现在材料还没准备齐呢 我哪有工具管这儿呢 那不是 你等会儿 不就是材料问题吗 你找我呀 你忘了 咱俩原先不说何巧了吗 你有困的你找我 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 正好给你一个带罪理工的机会 五哥 我现在缺啊 五吨炸药 多少 五吨 小意思 我收到钱来 关键问题呢 是我们没钱 哎 你等会儿 说货啊 啊 哎 哎 就开明天了 爸 爸 您是给我备了刀 还是备了酒啊 您是尽心尽力了 就看咱们叶然明天的命了 老爸 有好些事儿吧 对不起 人这一辈子呀 就是想图几件大事来干干 对不起 要是什么都对得起 哪一件事也承受不起 道理我都明白 老天保佑 一定把破的事儿老天保佑 哎呦 老天爷啊 真得保佑保佑啊 可千万得想啊 这炸药要不想 我那五吨炸药签 照谁要啊 我 你看你这点出息 心里就你那点小酒酒 哎 我这人是有什么说什么 苏云担心是真的 我担心是假 是不是这意思了 算了算了 我不跟你兜着 我回去睡觉 你赶紧吧 我也不当这电灯泡 哼 算你知趣 工程完了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啊 再说吧 你别再说呀 那我心里老是没招围老的 你给我点方向 我有个准备啊 我现在满脑子 都是明天爆破的事儿 其他的事儿 根本就不想想 行那咱们工程完了之后 再再说啊